明顯的可以看到就是說 膚色真的是有提亮 而且我覺得就是有提亮之外呢 看起來真的會有那種明亮感 哈囉大家好我是波皮 今天呢要來實測一間 500元以下的台灣品牌的精華到底有沒有效喔 因為你知道大家就是買保養品的時候最怕沒有效對不對 不管你是貴的還是便宜的喔 那最近呢就是在網路上看到BitFact這個品牌很轟嘛 對不對就是廣告打很多 然後還說30天內不滿意包退 你知道就是誇下海口 所以我就覺得說OK好沒關係 那我們就來測測看啊沒得怕你 再來第二點呢就是他們的價格就是真的都落在500元以下 我看了一下好像最貴的大概490元 而且是在沒有優惠價的情況下喔 所以說呢它又便宜然後又誇下海口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呢 所以我們要來實測七天看看它的產品效果是怎麼樣的 OK那我就是依照自己的膚質跟需求挑了三罐喔 那這一罐呢是修護保養精華液 然後這一瓶呢它是維他命C發光精華液 然後這一瓶呢是最基本的就是 玻尿酸的保濕精華液 那會選修護精華主要就是因為我皮膚本身比較敏感嘛 所以我比較需要一個能夠穩定自己膚況的東西喔 然後再來呢那個發光精華我真的是 有點半賭半測試的一個心態在挑選它啦 因為它就是會讓皮膚比較明亮 然後如果你皮膚有暗沉的話它也比較可以改善 那再來玻尿酸保濕精華呢主要就是因為我皮膚乾嘛 所以就會再挑一個就是讓自己的皮膚比較能夠加強保濕的 以免就是萬一它其他兩隻都很乾怎麼辦 那除此之外呢他們還有很多抗老啊抗痘啊 或是控油的精華液 所以我覺得你們也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去看看什麼樣的是比較適合自己的 然後還有一個設計啊我覺得還蠻聰明也還蠻貼心的 就是他們的評審本身他們為了節省成本 所以都是長得一樣嘛對不對 那當然上面標示的小字你是看得出來他們是不同的東西 只是說如果你一堆保養品放在那邊的時候 你一定很容易拿錯對不對 然後呢他們就出了專用的貼紙 然後你就是可以把這個貼紙貼在你的評審上面 那就可以比方說貼白天用的 然後第一步驟然後第二步驟之類的 然後修復的你就貼修復 然後美白的你就貼美白這樣 晚上用的你就貼晚上用 就覺得說欸其實這個設計還蠻聰明又蠻省錢的 就我一個有客家精神的人來說呢 我是覺得這個設計很棒啦 那接下來呢就要帶大家看我是怎麼樣擦這幾罐精華液的 因為它有一些用法上的不同 白天的步驟的話呢 我會擦的是這瓶10%的維他命B3喔 那這個的話我使用前會先擦我自己的化妝水 然後它本身它不能夠跟那個 Kila精華它是同一個時段使用 就是比方說你不能夠先擦完它再擦Kila精華 你也不能先擦Kila精華之後再擦它 他們就是最好的辦法就是白天跟晚上分開擦 那這一罐的話呢其實是白天晚上都可以擦 但是因為要把它分開嘛我就是白天擦它 那它的成分裡面呢有10%的維他命B3跟2%的淡紋四生態喔 那維他命B3它算是一個穩定膚況還蠻重要的成分喔 也因為這樣我才會挑選這一支精華 那有些人也許會覺得說你不是敏感肌 可能就不需要修復精華這樣的東西 但其實只要希望自己的皮膚穩定健康的話呢 修復型的保養品就還蠻重要的 那他們精華因為完全沒有在加香菌 所以就是那個成分它原本的味道 所以其實我自己是覺得我對這種保養品會覺得很安心 它就不是香香的 但也不會到臭臭的 但它就是會有一個特別的味道 那他們家精華我覺得都算是蠻好推啦 我會說喔真的很黏 然後你皮膚擦完之後就黏一堆東西在上面之類的 那這款擦上去的話呢 基本上你就會覺得說保濕度是有的 但是呢並不會太黏 然後它不會有特別的刺激感或著熱感 畢竟它是修復精華嘛 所以我在使用這款的時候就是覺得心裡各種安心 而且這一支超便宜 就是以它優惠價 就可能優惠價是先買一支喔 如果以它優惠價的話 這一瓶是才249 249的修復精華我真的是從來沒看過 ok 真的沒看過 因為我們之前有做過一支瓶比 那個再怎樣都是一千塊以上的東西 然後如果你要買第二支的話 就會恢復原價變回299 這樣大家也可以分色每次買美美美它 那因為我的皮膚比較乾嘛 所以就我擦完它之後 我就會擦我平常使用的乳霜 大家也可以依照自己的膚況選擇 看是要乳液還是說凝霜之類的 就是大家自己選的好不好 那晚上的話呢 我擦的是這一瓶Keyla 維他命C發光精華喔 那這瓶的話呢 我覺得是蠻特別 因為它們的美白精華 就美白蛋斑類精華 其實有三款 那這一瓶的話呢 它是強調油乾美白 告別暗沉 那它的質地啊 我覺得就是 非常非常特別 也非常非常微妙 因為它其實是無水配方 所以說呢 它的擦上去的感覺 跟一般的保養品會不太一樣 因為它就是擦上去之後 你會有溫熱感 那像我本身是敏感肌嘛 所以說我擦到任何 會讓我皮膚熱熱的東西 我都覺得非常的緊張 我真的超怕 所以我覺得第一天擦走 我真的是抱著一個 又是必死的決心 在擦想說 怎麼辦 要是這個擦下去 我明天就大過敏 其實不是 挫塞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我大過敏的話 我皮膚都花很久時間 才能癢回來耶 然後呢 那這一瓶我擦的時候 隔天起來 欸 沒事 對 結果其實沒事這樣 那它之所以會這樣子熱熱 就是剛剛有想到說 是因為它無水配方的關係嘛 那它這個無水配方呢 最主要就是 降低它的維他命C氧化的速度 延緩它氧化的速度 然後讓它可以發揮最大的火星 然後我特別講一下 有一個地方呢 在擦了之後 你會特別明顯的感覺到 它熱熱的就是你人腫 因為可能那邊皮膚比較薄還是怎樣吧 那總之這一瓶啊 我個人是覺得 它擦了以後 你真的是 每一天喔 就是你隔天起床 你都會覺得說 哇 我怎麼臉變得比較亮 那一種 就是我覺得它算是少數 擦了真的 你肉眼有感的 美白精華 而且還是平價的 因為我之前有擦過一些 呃 美白精華 然後 肉眼有感 就是你視覺上 就覺得自己有變白的 大部分都是真的很貴的美白精華 就可能要2000塊以上 什麼之類 那在擦完這一瓶之後呢 我覺得是說 當然皮膚會比較亮 但是 可能因為我皮膚本身是乾性肌膚嘛 所以 我都會覺得 擦完這一瓶的話 我皮膚會比較 乾一點點 就跟它平常一般保養品比起來 並不是說跟沒擦比起來喔 所以說呢 在這個發光精華之後呢 我會搭配這一瓶 玻尿酸保濕精華液來使用 就等於說 加強保濕啦 那像 這樣子的話 晚上就等於說 有兩瓶精華液的步驟嘛 對不對 但它的精華液又長一樣 所以說像我就有貼它們的那個樹 這樣子就比較不會拿錯 在你猛一看的時候 你就不會在那邊還要看半天想說 欸這瓶到底是 擦美白來擦保濕 這樣子 好 那它就是 很普通的 很合理的 保濕精華的 這個質地喔 但是我覺得 如果說以價位來說的話 它也非常非常合理啦 因為 它這一瓶的話 兩三百塊嘛 對不對 可是一般的 玻尿酸原液啊 保濕精華啊 什麼的 其實大部分的價格也沒有那麼便宜 所以 它們的精華液 我覺得是真的非常適合學生 也因為我的皮膚比較乾 所以在這個步驟之後呢 我也會再擦上自己平常擦的乳霜 讓它就是可以 好好的 縮水保濕 這樣子 好 那雖然我是說 肉眼看就有感覺嘛 它那個髮光精華 但是呢 我們還是 實測數據給大家看 會更準 就是大家可以眼見為平好不好 那我這邊呢 我就是每一天起床後 我就會直接測量我今天的皮膚狀況 那這個項目呢 它就是會有 含水量 肌膚含氧量 黑色素 跟油脂分泌量 那我們主要是要看 含水量跟黑色素 這兩項喔 我這邊記錄的數據呢 第一天含水量是66% 然後黑色素是39% 老實說呢 我真的是很久沒有黑色素那麼高了 但是因為 我記得我開始試的前一天 我剛好是 出去拍照工作 所以就是皮膚可能剛好有曬黑這樣 那第二天呢 含水量是74% 黑色素的話是37% 就是 含水量有提升 然後黑色素也有稍微下降 第三天的話呢 含水量我覺得算差不多啦 就是70% 然後黑色素的話是35% 也是有持續在下降的狀態 然後 然後第四天 第四天嗎 對 第四天 第四天的話 含水量有在上升 就是75% 黑色素也是有持續在下降 變成34% 那第五天的話呢 含水量是72% 反正就是用了以後我覺得 好像都含水量到70%左右 然後黑色素的話呢 有再降一點點變成33% 然後我這邊再看 含水量第六天是71% 黑色素是32% 然後最後一天的話呢 含水量是78% 黑色素是31% 也就是說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 黑色素的差異是在這個數據裡面呢 是差了8% 對 其實我覺得還差蠻多的 然後主要是說我每一天在用的時候 我的臉也會有感覺 然後一定會有人想說 欸不對 我們不是擦了修復精華 跟發光精華嗎 為什麼 為什麼叫發光精華的數據比較看得出來沒有 因為修復精華的話 它今天如果沒有 你們可能已經看我的臉狀況是很慘的 我今天是沒有上底妝的狀態好不好 我還可以這樣子的話 代表那個修復精華 真的還蠻穩定的 那在畫面上我們也來比較一下 就是使用第一天跟第七天之間的差別 其實我覺得我在測試這組保養品之前呢 我的膚況也並沒有說很不穩心的 很多疹子之類 可是我必須說我中間有一段時間 可能剛好用到一些底妝還什麼 我真的有一直硬要過敏那個要抽出來的感覺 我必須老實跟你們說 只是說有壓下來 但是呢我就是開始測試前 我覺得我剛好皮膚有曬比較黑一點點 那這樣七天擦下來我覺得如果放在一起比較的話 很明顯的可以看到就是說 膚色真的是有提亮 而且我覺得就是有提亮之外呢 看起來真的會有那種明亮感 發光感 這是我覺得它這一支發光精華還蠻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除了讓你變得比較白以外呢 你的皮膚的視覺感也會更飽滿明亮一點 那再來就是說第一天到第七天 其實皮膚的狀況也是蠻穩定的 沒有衝出一些很恐怖的過敏 我是真的有能力可以衝出很恐怖的過敏好嗎 好那整體而言呢 我對BigFact他們家的精華 我覺得真的是CP值蠻高的 因為它的價錢都很實惠啊 像這個發光精華它 如果你單買一支 就第一支的話它是算你420塊 原價是490 欸拜託哪有就是肉眼有感的精華是這種價錢 我真的是沒看過 然後像那個玻尿酸這一支是320也是很便宜 然後這一支我記得也是超便宜的 可是多少錢啊 反正我會上次幕上在這裡你們知道就好了 而且它又強調說你30天不滿意你可以退的話 我是覺得如果你的預算不多 然後或是說你跟我一樣你也沒有很愛用一些超昂貴保養品 就是你沒有一些名牌迷思的話呢 是真的可以試試看它們家 然後BigFact要去哪裡買的拜託看秒數欄好不好 因為說實在話這個年代的你不懂網路購物的話 你要怎麼賣東西 這麼簡單的事情一般 看描述欄 或是說看留言處好不好 就是會有告訴你在哪裡買 不要就是不去看 然後一直問說哪裡買 這要去哪裡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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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覺得累好不好 好那如果說你有什麼想要看的題材 想要看的實測 然後想要看的 我也不知道什麼反正就留言給我 OK 然後或者說今天有哪一part 你就真的覺得 WOW 就怎麼會這樣子 的話呢你就可以留言告訴我這樣子 如果說你有用過哪一支Buffet的精華 你覺得 這我覺得真的很好用 推薦給大家 你也可以留言在底下告訴大家好不好 然後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彩妝教學 排行榜評比跟一些其他Buffet的話呢 你可以上我的網站去看 然後再來就是記得 記得要幹嘛 要訂閱 要開啟小鈴鐺通知 然後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你可以分享出去 或是幫我按個like 就這樣子掰掰 掰掰 歡迎收看